欢迎收看1月4号的新闻抢先报 我是琼威 相信大家还记得去年9月份发生在反贪会的重大丑闻案 反贪会充公的2500万现金 竟然被三名反贪高官通龙转奉 从真钞变成了假钞 事件轰动国内外 今天一名涉案的高级执法官终于被控了 他被控失信694万美元 也就是大约3000万令吉 由于事态严重 法庭不准他保释 另外新年一是国内再传另一宗救护车让路VIP车队的事件 早前救护车停下来让路给首相观车的视频炸开了锅 网民都怒火中烧 时隔一个星期后 社交媒体再传另一宗救护车让路VIP车队的事件 根据大马亚洲爆料公社昨天在TikTok上载的一则十多秒的视频 可见交警正在截停路上的车辆 以便让路给VIP车辆行驶 而其中一辆被截停的车子就是正在鸣敌赶路中的救护车 根据画面 这起事件相信是发生在龙福大道 让人傻眼的是 除了这类不合理的让路事件 还有这宗反贪机构涉嫌贪赃网法的案件 反贪会高级执法官沙龙泥瞻 因失信694万美元相等于约3000万令吉款项 今天被押往地勤面控 控重指42岁的被告于2018年至2019年之间 在部城反贪会总部或授权监管694万美元款项 却犯下失信罪行 因而抵触刑事法典第409条文 但被告拾口不认罪 控方也告诉法庭 被控将加控101宗失信罪 但没有透露何时加控 去年9月 大马对外情报组织前总监 指控他被查封的600万美元 遭人用假钞通龙转奋 事情轰动全国 一名七巡店主 三年前通过仲介出租店铺给科技公司 属知对方进改装店表偷店 一年半后悄悄搬走 导致店主被国能追讨将近70万令吉电费 今天召开记者会喊员 受爱者胡欢祥 今天在马华公共服务及投诉部主任 拿图斯以张天赐的安排下 诉说自己的不幸遭遇 他说他当时亦每个月1600令吉出租店铺 对方从来没有拖延 让他以为是一家正当公司 不料2020年12月 他收到国能的追讨信后 到店铺查干时 才发现租客已经搬走和失联 记者会上也有另一名受害者 24岁的销售员庄仪泉 也不幸被盗用身份注册国能账号 结果收到律师信 向他追逃欲7万令吉电费 这两名是主已向警方报案 并希望国能公司能够重新检视他们的案例 同样在吉隆坡一辆托格罗里司机行驶途中 突然间心脏病发 导致罗里失控连撞路旁的三辆轿车 车祸后被一名女子误当是醉酒酿货 对方还只管拿起手机拍摄 这名司机在宋苑抢救一番后 返魂罚术 据了解 这种车祸是在昨天上午在双西毛诺一带发生 警方叫后证实死者死因是心脏病 并促起民众不要随意做出揣测 而伤害家属感受 来跟进水灾课题 尽管南马开始放晴 但由于西加墨大量洪水持续灌流到五级哈坟 导致该区马河水位昨天开始就超过危险水平 另外首相伊斯麦莎比里 持续风尘浦浦浦巡视水灾区 从柔佛西加墨救灾中心再赶往马六甲灾区 他放话政府将不惜耗资拒资 专注优先解决各州最严重的水灾地区 以更全面解决国内水灾问题 伊斯麦莎比里今早巡视西加墨 甘榜丹东礼堂临时苏山中心时说 中央政府的1000令吉水灾补偿援助金 及州政府的500令吉水灾援助金 将在灾民被安置到疏散中心时尽快发放 此外政府也可以提供其他补贴和援助金 如电子购物券和家园重建费等给灾民 搬入柔州水灾第十天 全柔各地转情 整体水灾情况趋缓 截至今早期限共78个疏散中心运作 灾地人数达5479人 西加墨仍然是全柔灾情最严重的地区 不过中国报今早观察当地一路是放勤 西加墨市区西加墨河水位已下降 不过还是处于危险水平 柔州公共工程局资料显示 截至周二上午8点 全柔仍有至少17条道路无法全面通车 当中西加墨就占了15条 在哥打丁仪由于近日连续降雨 河水急流 鳄鱼也趁此时出没 大摇大摆地在水里游 根据视频可见一条鳄鱼畅游在哥打丁仪河中 约十几秒后悠悠地跃过桥下 摆动尾巴游向另一端 相信鳄鱼是在昨午时分出没 马六甲方面 由于天气放晴 留在各疏散中心的灾民人数亿逐渐减少 截至今天下午4点有565个家庭的2155名灾民 仍留在疏散中心 而疏散中心也由早前的21个减至18个 首相下午巡视了江沙国小和私立彭加兰国中的疏散中心 慰问灾民及半发援助金 虽说男儿有泪不清谈 但从事运刷 种植行业的实业家也是辞济志工的陈伟后 八天八夜的日以继夜救灾 虽然每天只睡短短几个小时 并没有让他累倒 但却因为不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人 而遗憾难过 久久无法释怀 陈伟后说 雪舟发生大水灾后 他成功借来至少12艘船 以最快的速度把食物送往三民手中 令他印象最深刻的是 当他和志工冷经过一个小巷时 看到一个妇女抱着两三个小孩在哭咎 整个画面就像一个地义的感觉 很多要你帮忙 可是做不到 而你知道 我们知道我们的任务是把这个食物 交到巨多人的地方 能够巨短时间救到巨多人 可是在排务上的时候 一些人在喊救命 我不能做什么 我不能停下来一个个气氛 太慢了 我只可以去到一个越多人的在一起 把食物交给更多人 更多人收回 所以想 有一点 就尽力吧 他补充 他们最大的挑战是 担心水面上的垃圾太多 而导致快艇发动机卡住故障 他们还一度用自己的力气划着木浆 耗了多一倍的时间 才将食物送往目的地 因此他希望灾难发生时 可以有更多人快速站出来 帮到更多的人 槟城一对相信是教师的新人 为了招待出席婚礼的各族宾客 特意安排四名司仪以五种语言 包括国 英 阿拉伯 华 与法语 主持结婚仪式 并引起网民热议 宣布来自加德的新娘 到达依换心弟弟 据了解 这四名司仪是与新人 在校内分别执教五种语言科目 最后一名口操华语的女司仪 虽然咬字较微不清晰 但是网民还是给高度赞赏 而这对新人随后在欢乐击鼓声中 缓慢入场接受宾客祝福 国内各地都还在积极地进行着 接种冠病疫苗加强积极化 但一些疫苗接种中心 已开始不接受民众登门 例如槟城归都酒店接种中心 滨红路Optimax眼科中心 双西里蒙同月会 今天已不见昨天或之前的汹涌人潮 中国报记者今早到多个接种中心视察 发现人潮已不如昨天的多 贵都酒店接种中心负责人说 昨天不少有预约的公众提前到来 比如预约时间是下午 但早上就前来 因此该中心昨天中午开始就已停止 登门接种服务 此外Optimax接种中心 也贴着不允许登门接种的通告 而同月会的保安人员 也只放行有预约者进入 新冠疫苗加强针的威力 在于很可能有助降低感染率 即便确诊也不具传染力 民主行动党乌拉港特别行动队队长 李凯明向中国报透露 雪州五来岸新村 一间咖啡店的南东主确诊 由于上周才接种加强针 CD值很高 因此没有传染给一个月前 接种加强针的太太 但他提醒民众 确诊后必须根据标准作业程序处理 包括每三四个小时检查血氧指数 一旦下降到95%以下 就必须马上送院 才有机会保命 疫情数据方面 国内接人通报 2842宗冠病确诊病例 目前全国累计病例高达 276万9886宗 另外国内昨天新增 28宗新冠肺炎死亡病例 其中4宗是送院前病逝 来关注国际消息 Delta还没消灭 Omicron越来越猖狂 科学家近日又发现 估计是Omicron远清的新变种病毒 V16402 目前命名为医护 法国科学家在马赛 发现这携带46种突变的 最新变种病毒 与原始病毒相比 它可能更具疫苗抗性及传染力 但目前没有迹象显示 它的传播能力超越Omicron 马赛地中海感染研究中心学者 是在去年12月10号发现这一款变种病毒 研究团队认为 医护可能是Omicron的远亲 并且从更早以前的病毒演化而来 不过并未迅速传播 目前也没有在他国发现 世界卫生组织也没有将之列为调查中毒株 法国境内至今超过60%的病例 都和Omicron有关 因此科学家认为 医护要成为主流病毒株的机会不大 Omicron掀起全球海啸 全球上周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达到1000万宗新高 为此前单周最高纪录的近两倍 不过每周新冠肺炎死亡病例则呈下降趋势 已跌至一年多来的新低 美国首席传染病专家福奇说 美国的这波疫情可能过几周就会到达高峰 不过依据南非的经验可能很快就会消退 美国的单日确诊病例方面在本月3号通报超过100万宗 换句话说就是在上个星期每100名美国人当中 就有一个人确诊新冠肺炎 另外国会病毒筛减占了7天阳性率 从去年11月底的1%飙升至目前的13% 其中Omicron变种病毒占了61% 不过已接种疫苗者的突破性感染并未导致住院重症或死亡 法国疫情持续延烧 专家估计确诊高峰将落在1月底 冠病重症病患涌入加护病床 加上原本就人力紧缺 使得大巴黎地区医院周一起取消非紧急手术和治疗 以便控出病床 不过儿科、癌症肿瘤科、器官移植、心脏外科和肾脏科除外 中国陕西省西安疫情持续之际 其他省份也出现本土疫情 河南宇州市周一新增一宗无症状确诊病例 目前当地共累积三宗无症状确诊病例 当局周一宣布 全市居民居家隔离足不出户 以进一步加强疫情防控 另外为解决管理混乱问题 以及尽快实现清零目标 西安也预计将进一步收紧防疫措施 换个焦点 新年交易首日 苹果公司市值在盘中短暂突破3兆美元 相等于约12.5兆令吉 成为全球第一家达到这个里程碑的企业 而且距离突破2兆美元 相等于约8.4兆令吉 只花了16个月 反映投资者对这家公司的发展超级有信心 另外投资者也持续押注 消费者将继续购买iPhone MacBook和Apple TV Apple Music等服务 更看好苹果渴望推出虚拟实镜 头戴装置和自驾车等新产品 长期展望强劲 位于西班牙伊比利亚半岛的南部 有一座利拓矿业公园 这里有着一大片橙红色的采矿历史景观 让人们感觉好像来到了火星一样 这座公园在开业30载之后 如今已成为该国主要工业旅游景点 新闻的最后 带大家一起透过镜头去一趟火星之旅吧 我是雄威再会 雄威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